Hello大家好,我是夏晴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干货视频 就是关于Windows11安装和优化过程中 遇到的比较恶心的地方 我帮大家整理出来了一条龙的最佳解决方法 那我是特意等到Win11 R2H2出来 而且更新了几个版本才开始试用 Windows系统一般来说都是第一个大版本更新之后 稳定性和兼容性才比较有保障 起码从XP开始每一代都是这样的 这个宝贵的经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试用Win11过后 发现以前在Win10上就很恶心的地方 在Win11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直要把我恶心吐了 所以临时决定做这样一个视频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文字教程和需要复制的代码 还有最后分享的小工具 我会把下载地址放在视频简介里 但是由于咱是个非常正经的UP主 激活相关的工具就不给了吧 大家自己去找找 首先说一点 咱们在安装Windows系统之前 一定要把网络连接断开 要不然的话 你安装之后 它会自动联网 自动的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到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影响稳定性 如果说咱们断网的话 现在咱们停留的这个界面 就是咱们遇到的第一个恶心人的地方 Windows11到这个地方 它是要求你必须要联网 然后必须要登录微软账号 才可以继续 先别急 我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教程 网上一搜一大堆 但是今天我分享的是 跟常见教程不太一样的一种方法 因为常见教程一般都是让我们 直接跳过整个的设置过程 那就会导致咱们有一些东西无法设施 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使用 我现在要分享的方法 同样是按Shift加F10 打开CMD窗口 然后咱们输入这样一行命令 OBE-BYPASSNRO.CMD 然后回车 这个时候它会重启 等待它重启就好 自动重启之后 还是从第一个设置界面开始 但是现在咱们回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下面会多出一个 我没有internet连接的这么一个选项 这样就跟以前Win10Win8的系统一样了 咱们直接点击这个跳过 这样操作就不会影响后面的设置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法 OK 那现在我这个状态呢 是进到桌面之后激活系统 然后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优化 比如说设置账户控制 然后关闭防火墙等等 但是这个时候呢 咱们还是不能联网 因为咱们还有两大恶心人的东西 一个是defender 另一个是系统更新 这两个东西需要关闭 这个windows安全中心 在Win10里面就已经很恶心 但是在Win11里呢 它的功能更加的复杂 然后呢 咱们需要关闭的东西是更加的多 但是呢 就算咱们把这些功能全都关闭 它这里面有一个实时保护啊 这个功能 但是只允许用户短暂的关闭 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自动再开启 所以咱们现在就需要彻底的关闭这个功能 想要彻底关闭它呢 也不是很麻烦 咱们按Win加R键 然后输入gpedit.msc 打开组策略 打开这个本地组策略编辑期之后呢 咱们依次点击计算机配置里的管理模板 然后windows组件 然后呢 这个defender防病毒 然后这里呢 第一个选项 关闭实时保护 咱们双击它 然后点击已启用 确定 然后咱们再次回到安全中心的这个界面 它就会显示此设置由管理员进行管理 以后呢 它也不会自动打开了 在咱们关闭掉实时保护之后呢 咱们可以顺便啊 来这个地方 windows安全中心 通知 隐藏所有通知 顺便把这个也给它启用 关闭防火墙 关闭windows安全中心的大部分的功能之后呢 它会天天给你谈通知 让你开启防火墙 打开安全中心 那这些通知呢 就都可以由这个选项来控制 咱们把这个功能启用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弹出相关的消息了 接下来呢 咱们需要关闭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 那这个就更简单了 直接使用这个工具 windows update blocker 咱们点击停用服务 然后立即套用 这样呢 系统就不会自动更新了 但是关闭了这个update服务之后呢 咱们比如说去应用商店里面下载应用 也是无法下载的 这个时候咱们再打开这个工具 启用服务 但是这个时候呢 理论上来说 希望大家速度快一点 因为系统可能就用这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你的驱动啊 什么的都更新一遍 就很烦了 那其实关闭defender 也有类似的一个工具啊 但是这个是在windows里面比较好用 在windows1之后呢 咱们哪怕是停用了之后 如果不进行其他的操作 实时保护的功能呢 依然会自动开启 所以说咱们彻底关闭了实时保护之后 依然也可以用这个工具 然后一键的去关掉它其他的功能 但是手动反正也不麻烦吧 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吧 下一步呢 咱们要解决的是拖盘图标的问题 我相信有很多用户跟我一样啊 拖盘的图标从来都是直接展示出来 这样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方便一些 但视频11呢 却没有给咱们全局展开图标的这么一个设置选项 如果想把所有的图标都展示出来 只能一个一个点开 这就非常的反人类啊 好像R2H2之前的版本还有其他的选项 但是呢 连那个选项都砍掉了 倒不是这个系统里面没有相关的选项 只是它隐藏了 那咱们现在就把这个选项调出来 这个时候呢 咱们只需要复制这一串代码 然后呢 按WIN加R键 粘贴进去 回车 然后会自动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然后咱们把始终在任务栏上显示所有图标和通知 这个勾打上 就完事了 这样设置一下 以后再安装新的软件 它也是默认会直接展示拖盘图标的 现在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呢 咱们要卸载掉这个小组件功能 这个小组件功能 我特意登录看过啊 里面真没啥好用的东西 建议是直接卸载掉就好 那这个图标虽然是能隐藏啊 但是这个程序它是一直运行的 而且它占用的资源在系统组件里面也算比较多的 所以咱们直接干掉它 要卸载这个小组件呢 咱们复制这一段代码 然后右键开始按钮 或者按WIN加RX快捷键 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终端 直接粘贴进来 回车 这个卸载的过程比较慢 需要稍微等一下 在读条完毕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选项 咱们选试 其实以成功卸载就OK了 然后咱们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 确认一下 可以看到已经没有Visit这个进程了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小工具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反正这个是单文件棉装版 用这个工具可以卸载Win10 Win11自带的这些软件 一般来说 我是只会留录音机和计算器 这两个软件 但是Win11里面的录音机 我发现它更新才能用 所以算了 拜拜了您 录音机也不要了 恕我直言 非软自带的这些软件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一点屁用也没有 如果让我一个个吐槽的话 这期视频的长度 起码要增加几个小时 所以虽然这些东西 就算卸载了 也不会释放磁盘空间 当然它这上面显示占用空间 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人 但是卸载之后 开始菜单会变得更整洁 更方便使用 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 回到正题 我这毕竟只是试用 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 遇到的让人蛋疼的问题 主要就是这些 肯定还有一些恶心人的地方 我没遇到 大家有需要 可以评论区求助一下 如果我知道解决方法 会简要回答 最后说一下 我试用Win11之后 总的心得和建议 体验下来的结果 可以说11相比于10 除了UI的变化比较大 确实变得更美观了 其他的变化可以说不大 甚至可以说无关紧要 更何况这些变化里面 还有一些是负优化 所以我的建议非常清晰 如非必要 继续用Win10就挺好 整理不易 希望大家点个关注 点个赞 以后会有更多 更好的作品上线 大家多多支持 才能让up主坚持下去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